没有持武的出家司 是否不能为居士 受八观在戒 这个经上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这个要依经典做依据 那么但是现在你要懂得 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也讲的很多 在家十三夜道走不到 出家了沙弥律走不到 所以八观摘戒也是新事 也很难受持 所以在这个时期 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 无尽的慈悲 只教我们一个法文 老师念佛 那个功德就圆满了 问题是你想不相信 我能相信 所以一句佛号是圆满功德 这个道理要懂 在这个时代要选择 一心法 就是容易修行的 容易成就的 简单 容易 稳当 很口靠的方法 这就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